再来关心这煤基台风北转逼近台湾 而刚刚呢 这气象局是在宜兰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曝 而目前煤基台风最新的动态 连线人在气象局的记者王举金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带你来关心一下中台煤基的最新动态 因为目前呢还是往北北东往北的方向来前景 那目前对于宜兰地区呢 可以说是造成比较大的雨势 不过呢 因为这个中台煤基行进的方向比较诡异一点点 所以如果呢 未来是往东来偏的话 可能就会对台湾本岛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这比较危急一些 那我们来关心稍早预报员的谈话 它未来是有机会涵盖到澎湖以及金门的陆地 那以现在的速度来评估的话 快一点有可能在今天下午 慢一点的话有可能在今天晚上 就会针对这两个陆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由于它现在所在的边缘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移动的边缘 刚好非常 它的暴风半径刚好会非常接近台湾附近 特别是台湾本岛的西南部陆地 那只要它的路径 移动路径有比现在所预期的路径 要更偏东一些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会针对西南部陆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好的 那么刚刚气象局表示呢 其实目前呢 已经针对宜兰地区可以看到呢 已经下超过了400毫米光一天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宜兰地区呢 已经上修到了超大毫雨的等级 就是未来这一天呢 可能民众要特别注意的 不过呢 要特别小心的是哦 如果未来台风是持续往台湾来靠近的话 今天下半天到明天的时候 恐怕竹雨带如果进入到台湾的西南部的话 恐怕也会造成这个台南还有高频地区 会造成比较大的雨势这南部地区 可能在今天下半天要特别小心 那么以上就是在气象局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